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证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造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也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今天开始学习 我们实际上 称为第二大佛陀 也就是说龙猛菩萨 所造的情有树 今天开始学习情有树 这个情有树 我也曾经在学院当中 大概在99年的时候 给大家传讲过 后来5年也是翻译了 孟仁波切的讲义 同时我们学院当中 各个班的法师也给大家传讲过 所以这个法应该大多数的道友会明白 非常的殊胜 大家应该以这种欢喜心来听受 因为我们现在在短暂的人生当中 遇到像牟尼宝一样的佛法 确实是非常的难得 大家有一种难得的心 渴望的心 清净的信心 以这样的心态来听受 那佛法的加持也是不可思议的 自己所得到的利益 也是无法顾量的 因此每一个人在听法之前 大家要以非常欢喜 清净 恭敬之心 来听受无上的甚深妙法 应该从法子内心 发着坚定的誓言 依靠这样的殊胜妙语 来通达如来教法的真正意义 同时自相续当中 所有贪嗔痴为主的一切 烦恼根除 应该这样的心态来听受 那么我们这部论典 也是准备给大家做字面圣案 也就是说 颂词作字面上的解释 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都希望不要断传承 什么叫断传承呢 你听了一半以后 中间开始半途而飞 这样乃至生生世世当中 在自己的相续当中种下了不好的种子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在众多的僧众里面经常强调 如果自己真正有了一些特殊的情况 那发愿一定要无论是通过其他上师 或者我也特殊开许的有些光碟 光盘 在这个当中把传承应该结上 应该圆满完成 这个非常的重要 刚开始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都要发一个愿 这个发什么样的愿呢 我把这一步法 一定要学得圆满 三十三种 每个人都应该要发这样的心 我也是在诸佛菩萨面前发愿 如果没有遇到特殊的一切无常现前 自己一定要把这步法能传承圆满 因为我们刚刚讲完《入菩萨行论》 大概有两百多堂课 所以这个都已经圆满 我相信也应该依靠三宝的加持 和我们作为道友的善心 发愿 因缘聚合的条件下 我想会一切圆满的 所以我们下面在字面上作简单的解说 那么《亲友树》的题目 《亲友树》指的是 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教法的弘扬之 龙树菩萨 就是他的最亲密的好朋友 也叫乐性国王 那么对他通过树心的方式来进行交集 宣说解脱道的这么一个窍诀的论典 所以这里从一一生取名为《亲友树》 我们依靠印度的佛教故事一些历史当中 大家也应该了解 曾经龙蒙菩萨前往白居露珠的时候 路上遇到一个孩童 通过他的手闻 能发现到有缘的孩子将来会成为大国王 当时阿瑟琳也对他进行授记 他在白居露珠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返回来的时候 确实是这位孩童已经当上国王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乐性国王 有关有些历史当中讲 当时乐性国王迎勤龙蒙菩萨 在他的皇宫当中已经受供养 住了三年当中 然后饶益无量的有情 但后来龙蒙菩萨离开他们的国家之后 虽然住在印度南方 但是因为中间有一定的剧量 之后龙蒙菩萨通过树心的方式 有两个大的教言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亲友说 还有对乐性国王的一个教言 我们去年刚刚所学的《中观宝满论》 说一说 应该说在佛教历史上 我们龙蒙菩萨 大家都是工人 他是得地的大菩萨 以前《能切经》当中也是有了 说是南方北大国 有吉祥比丘 其虎明龙 能破有无边 佛陀亲自在这部经典当中说 南方的北大国 也是现在的印度南方 以前《善日如意宝90年》 炒印度的时候 我们也是在南方的北大国 已经炒拜过 然后在这里 佛陀说有一位吉祥比丘 这种吉祥比丘的名称叫做龙蒙 那么他佛陀涅潘之后 整个佛教里面产生各种争论 在这个时候弘扬大乘佛法 破除优惑无多边 而且弘扬佛陀的波罗波罗蜜多 大乘的中观法门 有关的一些 比如说《大古经》 还有《大云经》 以及《文殊根本序》等等 有关的一些经典当中 有些说龙蒙菩萨是得一地菩萨 有些说第七地菩萨 有些甚至说已经获得佛果了 所以这样的大菩萨 大圣者 应该说在佛教的历史上 大家都是完全公认的 藏传佛教它也是属于二生六庄严当中 然后汉传佛教八大教派的 应该说是开山施主 所以说任何一个佛教徒都没有一个不承认 龙蒙菩萨是圣者 圣者后来跟乐行王也有不同的一种因缘 大家有关历史当中也是知道 他在弘扬佛法嫉妒高潮的时候 莫王波勋心里非常不安 后来他化为乐行王的儿子 叫俊丽太子 然后他通过各种方式来 因为跟母亲商量之后准备杀害龙蒙菩萨 然后他首先说需要医药 需要人的一些脑水 在龙蒙菩萨面前 索要他的头部 最后有些历史当中 大概是《大唐西游记》里面 说龙蒙菩萨自己 把自己的身体已经布施 以前佛陀也无数次布施自己的身体 那么我也是现在 既然来了这样的受药者 应该布施 然后自己念主语 写《吉祥草》 最后《吉祥草》变成宝剑 然后砍断自己的头 也有这样的说法 还有一些历史里面 就像《前行》里面所讲的一样 当时罗兴王子用宝剑 没有砍断菩萨的头 后来他说 我是堕戒当中 已经清净了 所有杀生的异熟骨 有一次割吉祥草的时候 杀死虫类 那个宿里还没有参观 也许你用吉祥草割断我的头会成功的 后来罗兴王子确实是 以这种行为来让菩萨圆寂 菩萨圆寂之后 因为菩萨已经对地水火风获得自在 获得自在的原因 当时身体和头部这两者 变成很大的善失 然后罗兴王子害怕 还有一些魔王 他们害怕这两个赞伤 然后中间大概是 一亿有讯还是多少 又忘了一些 那么中间分开 在我们印度南方 有看到很远的地方 就是说 当年龙猛菩萨的身体和 龙猛菩萨的头部 变成石头很远的地方 曾经我们也是朝派过 有些历史当中说 这个越来越接近 最后接触的时候 龙猛菩萨又开始重新来到 我们世间当中 再次弘扬大乘佛法 也有这样的历史 而且当时也是实现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了解 如今大家在获得这样人生的时候 确确实实是非常殊胜的论师 龙猛道士这样的教言 让我们来学习 这样的机会 我心里从感觉到 大家是很有福报的 很有缘分的 否则如今整个世界当中 有各种各样的邪术 邪恶势力是非常的强大 在这样的 像无有天日的黑暗当中 这样的社会当中 我们遇到佛法 佛法当中也是 真正佛陀亲自授记的 然后龙猛菩萨的这样的教言 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一个前世 多生媒介当中的福德善分 福德善根 所以说 我们现在应该知道 为什么叫亲友书的原因呢 当年龙猛菩萨给乐行王 他的一个教言 这个乐行王 在有些汉传佛教的书里面 叫做《参陀加王》 也有这样的说法 还有些历史当中说《参陀王》 専陀王 不管怎么样 亲友书实际上在汉传佛教当中 应该在唐朝的时候 法师已经翻译过 我们99年的时候 当时在他的译文上 给大家做戒指 但是比较难懂 很多词句依靠藏文 进行对绕的过程当中 很难以自己了解 当时已经也说过 因为现在很多汉地的众生 不能了解这么殊胜的窍诀 所以他就已经翻译出来了 可是从唐朝到现在 后来整个汉传佛教的历史上看 汉地的佛教徒 并没有特别的重视 后来还有《大藏经》的《论记》当中 《论记》部里面还有 颂朝两文一诗的翻译 《亲友书》也有两个译本 中共在《大藏经》当中 有三个不同的翻译本 可是不像汉传佛教里面 像《弥陀经》 《经感经》那样 很多佛教徒比较了解的 不是这样的 基本上《亲友书》到目前为止 汉地在各大寺院和居士团体 佛教中心 并没有特别的弘扬开来 所以我想通过不同的善根发愿 大家很多道友的信心和发愿力 我想现在应该弘扬这部《亲友书》的因缘和时间到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以后 只要因缘具足的时候 我想一定要全力以赴 在不同层次的一些佛教界当中 希望戒力弘扬 因为这里面所宣说的真正的这些教言 不管是什么样的 只要是大乘根基 对佛教有信心的人来讲 百分之百是有非常大的利益 所以我想很多世间的一些 乱七八糟的学问 这些都是没有价值的 应该最有价值的 就是圣者的这些金刚妙语 应该让很多众生的相续当中 根深蒂固的这些烦恼 可以立即瓦解 应该所有殊胜的威力和不公的加持 那么我们提摩讲完之后 这部论典分历史和论义 应该是分名义 论义 还有威义 四个方面来阐述 那么这个名义 刚才也讲了 这是从梵语来讲 叫舍者达尼卡 也就叫做亲友书 亲友书直接或者见解 当时罗兴国王没有在身边 因此通过树心的方式来给国王进行交集 所以像这样的类似 在佛教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教言 比如说《知地之书》 佛陀的佛经当中也有一些《教王经》 还有《妙碧情文经》《龙王情文经》等等有关的经典 尤其是以前印度的一些大国王 他们是非常虔诚的 对佛教有不共的诚信 这样以后 通过不同的因缘 佛陀的智慧 跟世间的这些具有善根的 施主的因缘聚合之后 能出现这样的教言 表面上看来这部论典当然是当年对《乐心王》的一种教言 但实际上过了这么多年 也是我们后来的后学者 都要学习的内容 在我们藏传佛教而言 不仅是尼玛派 什么格陆派 嘎举派 还有绝粮派和萨迦派等等 所有的各教各派 都要共同地学习 我希望 我们通过这次的讲解之后 以后在汉传佛教也是 无论是在净土宗 还是禅宗 华人宗 以及其他天台宗等等 八大教派的各大寺院 或者一些佛教徒当中 应该人人真正地去学习 为什么呢 因为佛陀这样大圣者的这些教言 确确实实实 我们舍不得让他失传 如果这样的传承失去 我觉得世间上好多的高楼大萨倒塌 也并不是很遗憾的 然后世间的一些名人 或者一些明星 离开人间 也是对某种层面来讲 也不一定是对社会有很大的缺憾 也不一定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非常殊胜的一些论典 在我们心中当中已经失传了 没有把他的传承继续弘扬下去 我觉得是非常的可惜 以前我们藏传佛教当中也是 极个别的佛法 后来的有些高僧大德 基本上都是没办法弘扬起来 我们原来学习《中观庄案论》的时候 麦彭仁波切的有些教言 可能大家都应该记忆有心的 当时一段时间当中 确实是 虽然像如意宝那样 非常有价值的 可是因为种种的因缘 已经失传了 已经不能继续弘扬 这样的法在我们人力历史上 是非常非常多的 因此说 希望我们这部亲友说 一定要对众生的相续 继续弘扬下去 对他们肯定是有利的 这是没有任何怀疑的 只要看看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法性能不能诚实 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我们出家人 包括一些在家人 所有的佛教徒都有责任 弘扬佛法的责任 你们也不要认为 哦 这是极为法式的 这是寺院出世的一件事情 对我一个小小的僧人 小小的居士 对我来讲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这种发愿是不行的 一定要想 我在有生之年当中 乃至生生世世 要弘扬这样的教法 让众生的相续得以转变 趋向善法 应该有这样的发心 下面我们讲顶礼 第二个问题 也有顶礼 顶礼文殊童子 其实文殊的字面上理解 远离一切的过患 称之为文 具足自他二利的功德 叫做树 我们在赞文当中 这是可以分开的 然后身体 他的法体 永远无有衰老 始终带有十六岁的形象 妙礼童子 所以成为文殊童子 然后顶礼的意思 上等者以见解顶礼 中等者以修行顶礼 下等者以三门恭敬顶礼 通过这种方式来顶礼的 当然我们这里是 意识们为了将自己所译的法本 三十三种 不遇到任何违缘 具足一切顺缘 以这样的目标 开始进行案例顶礼具 这也是属于对法障 这也是国王 曾经规定的对法障的法普 我们这样为什么要顶礼文殊菩萨呢 大家也是应该清楚 文殊菩萨一切诸佛 菩萨智慧的终极 而且我们哪怕是文殊教言 也就是说 我们《中观传论》当中讲的一样 哪怕是我们心里面 短暂的一瞬间意念 相续当中的所有无明黑暗 全部一并消除 所以文殊的功德 真的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我们平时祈祷文殊菩萨 念诵文殊菩萨的主语仪轨 这是作为一个求学者来讲 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有关经典当中说 就是忆念文殊菩萨的名号 或者他的主语 超过持诵四方四戒 一切三世诸佛的名号 他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可能我们很多人也记得 以前佛陀在《为生愿望出罪记》 在这个当中 专门讲过 其实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 也最初的时候 在文殊菩萨面前发愿的 当时好像佛陀 在饮酒山说法的时候 文殊菩萨跟二十五位菩萨在虚名山 来到了佛座更见 在这个时候 有两百个菩萨对大乘推示信心 准备发小乘声闻缘觉的心 正在这个时候 佛陀为了救护这些菩萨 示现一位施主 然后对佛陀进行供养一波斋饭 在那个时候文殊菩萨就说 你在薄语里面给我一点吃的吧 你如果不给 说明你是不报恩德的 当时舍利子觉得有点稀有 文殊菩萨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 佛陀为什么给他还要报恩呢 有这么样的怀疑 在这个时候佛陀为了让很多菩萨生起对大乘的真心 还有遣除舍利子等有关声闻罗汉的怀疑 当时实现神通 将刚才施主给他供养的钵鱼 跑他扔出去了 扔出去的时候到了地下面 地下面越过无数恒河杀数的世界 最后有一个叫做 光明王如来吧 在他的刹土的空中停留着 然后佛陀要求让舍利子去见这个菩萨 但是舍利子去了 依靠他在罗汉的身边 到了好像一万个刹土吧 之后没有找到踪影 然后就回来了 还有好多好多罗汉纷纷地去找菩萨去了 很多罗汉他们是神通去用完了 回来了 后来徐菩提说 弥勒菩萨 你是佛陀的部主 十地菩萨 你应该去找的话 可能找得到 然后弥勒菩萨说 我也是很有困难的 这个找必须要入一个不共的三摩地 这个三摩地应该有 文殊菩萨才有的 看你能不能请求文殊菩萨 后来徐菩提也跑过来说 文殊菩萨 你可不可以去找佛陀的波娱 当时文殊菩萨开始 实现微妙的神通力 他的右手一直伸出去 伸出去的时候 越过无数的世界 刚才罗汉菩萨 都不能下去的地方都已经 而且当时佛陀和文殊菩萨的加持力 所有的眷属都看得清清楚楚 他的手一边发光 一边越过无数的世界 最后已经伸展到 光明如来的刹土 光明如来刹土的时候 大方光芒 出现各种各样非常稀有的锐香 在那个时候 光明刹土的很多菩萨感到非常稀有 他们都纷纷到如来面前去 今天来了这么好看的树 生出来这么好看的树 发出这么大的光 到底是怎么样啊 然后佛陀说这是娑婆世界 释迦牟尼佛为了利益众生 让他的眷属 文殊菩萨示现身边的 然后这个时候很多眷属都请求佛陀能不能 我们也想看一看 娑婆世界到底是什么样 后来光明王如来加持过后 他们也是 所有刹土的这些菩萨可以看得到我们娑婆世界 看得到我们娑婆世界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光吉祥菩萨 他觉得 娑婆世界那么脏 那么可怜 然后他就开始哭起来了 包括释迦牟尼佛和菩萨真的是 如意宝落到尼康里面一样 多可怜啊 后来佛陀说 你不要这么说 我们现在这里修行 修禅定 修善法 这些是世界当中的善根 不如娑婆世界行持 以上无修此心的善根大 所以确实表面上看到我们娑婆世界 各个人也长得难堪 穿得也不好 烦恼也多 整个外面都是无语漏情 肮脏不堪 有很多很多不好的地方 可是我们在这里有眼力心 有菩提心 很多的法远远超过其他清净刹土的 原来像是如意宝讲八大传记的时候 也是讲了很多娑婆世界的 也有一些犹豫心这方面的功德 当时菩萨这样说完了之后 文殊菩萨把 还有里面有一些过程吧 我就简单讲 把柏语拿回来了 拿回来了之后 大家都感到稀有 文殊菩萨真的很了不起 所有的菩萨当中 他真的是智慧第一 在这个时候 舍利子的怀疑还没有遣除 然后佛陀在九元以前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五地窗如来出世 转法轮的时候有一位比丘叫做智床比丘 智床比丘到城市里面去化缘 他当时获得的饮食有一位上主之子 叫做五垢菌 他看见智床比丘的 薄语里面的宰饭的时候很想吃 因为小孩看见别人薄里面 很多东西的时候特别想吃 他就过来要饭 然后智床比丘已经给给他 给了他之后 他就一直不肯离开他 他就跟着比丘来 在如来面前进行供养 供养的时候以他的善根力 在七天当中都是没有佣金 所以当时的智床比丘 其实是文殊菩萨 然后当时的乌供军 释迦牟尼佛 因此当时通过文殊菩萨的介绍 通过文殊菩萨现在的话来说 通过他的因缘 因为释迦牟尼佛遇到了无地创如来 后来释迦牟尼佛就开始发愿了 已经成佛了 所以现在释迦牟尼佛的成佛最开始的时候 是文殊菩萨有恩德的 因此在佛陀接受供养的时候 文殊菩萨为什么说 你如果不给我一点 你不保恩德 原来你当小孩的时候 我当比丘的时候 我都给你吃的 而且让你那个时候开始发愿 现在有这么高的管啊 开玩笑 不能这么说吧 我们现在有些话来 可以这样说 所以我们祈祷文殊菩萨的功德 确实不可思议 实际上都是要念文殊星座 这也是顶礼句的内容 下面说论义 论义分出善俗义和中善论义 还有莫善威义 分三个方面来讲 首先书语也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以历史诗句 全面听闻 还有以谦虚的方式来交接 历当听书 分两个方面 首先在颂词当中 第一个是以历史诗句 全面文字 为宁堪得三妙者 惜福我以佛尊说 少许几乘生反应 如当恭敬而敌听 那么这一句 龙猛菩萨应该是对乐兴王 就是有一种呼唤的词 也是什么样的呼唤呢 就是说 你是人们成为 堪当甚深佛法的法器 而且你善妙的心 希求解脱 希求获得像智慧 悲心 信心等等这些功德 那么为了你的发愿圆满 成功 让我作者龙猛菩萨 依照尊者佛陀的教言 就是佛陀的教言 大家也是知道的 非常善妙 应该说 我们超过世间所有声音的反应 六十种反应 也可以说 我们世间当中的任何外道 还有婆罗门 以及四大天王和所有天人的声音 乃至师弟菩萨的声音 不能闭上佛陀的妙音 佛陀的妙音所编成的这些文字佛经 远远超过我们世间上所有的文字语言 这样的经典 通过龙猛菩萨无上的智慧 就是把它积极成 偈颂的方式 交集给有缘的乐性国王 讲给他 那么你这位听法者 堪为法器的国王 不要认为 我是大国王 我是非常了不起 在别人给我传授佛法的时候 我一定要摆上我的价值 否则我在别人面前也是吓不来了 不要你有一种傲慢心 或者说自己有一种 骄傲自慢的心态 一定要以恭恭敬敬 对佛法起着非常清净的心来恭敬 敬而恭敬 这里面主要讲 我们在平时听受佛法的时候 这个弟子一定要以恭敬心来敬听 当时虽然从世间的角度来讲 所谓的国王人中之王 在龙猛菩萨从世间的角度来讲 应该是国王在上 但是我们从佛法和功德的角度来讲 龙猛菩萨也这样讲解教言的时候 让国王应该毕恭毕敬地听受 而不要自己认为自己在人群当中是大君座 以这样的傲慢心来听受 那佛法对你的相续来讲 确实是得不到真实的利益 因此平时听法的时候一定要这样 我们这里很多的法师也好 或者说有些知识分子 有一定地位的这些人 在听受佛法的时候 一定要遣除你所有的傲慢心 应该通过这种方式来听 为什么说法者也高高的法者呢 并不是说这个人很了不起 应该说他所传说的法 是我们在世间当中至高无上的 因此我们对法义有一种尊敬心 恭敬心 尊重心 因此说法者也是有法座的原因 是这样的 否则现在我也经常遇到传授佛法的时候 有些人不管你在社会上有什么样的地位财产 遇到佛法的时候非常的恭敬 看起来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有这么一部分人 有些人世间的一些功德 或者出世间的稍微有一些名气或者成就的时候 在很多上师面前显得不恭敬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前一段时间我去一个寺院 这个寺院当然对我都是很恭敬的 所有的僧众也好 主持佛佛全部都这样 但是传授佛法的时候 当然我法座稍微高一点 还有两位活佛在我两边 也是给他们起了一个比较高的法座 我在这样传讲的时候 他们两个也是面对着观众 也是在法座上这样坐着 当然我们这个法已经传圆满了 传圆满之后有一位法师 当时跟我一起的 他说 今天他们两个的态度不符合佛法 好像你们这个法座 两个耳环一样的 旁边 我也感觉是这样的 如果要是听法应该住在听法的行列当中 在这里摆佛像一样 不是很庄严的 但是有些寺院 有些学校 有些不管是汉地藏地都有这样的 有些人自己的位置 好像在别人面前对别说法者 也要拿很多的法座 在他面前又要听法 又要拜一个甲子 这种不好的 没有必要的 不管是任何一个人 包括一些大学生 有些教授 在听受的时候 他想听 但是对文法基本的一些恭敬心 不太懂 一定要比说法者 还要高一点的椅子上 沙发上坐着 然后说法者坐在 爬在地下 给他传授佛法 这种规矩 有时以来都是没有的 所以说 我们听法者 一定要以后注意 人自己有一点点傲慢心的时候 在行为上也是 摆出各种各样不如法的事情 所以真正的求法者 就像以前《中观十百论》里面讲的 智智慧求义 所谓闻法器 有三个条件 真正听受佛法的心 正知 不能贪执自放 或者嗔恨他方的 应该有一种公平正知的心态 这是第一个条件 然后第二个条件 求一定的智慧 没有智慧的有些弟子 听受佛法的时候 完全都是不如法的 一定要辨别善恶 辨别邪恶 很多善妙的智慧 一定要具足 然后第三个 求正义 一定要对佛法 有一种希求心 要对真理 有一种向往之心 对解脱 有希求的意乐 没有这样的意乐 也不合理的 所以这三条一般是闻法者的基本条件 然后在这个上面很多上师 专政的有些上师对佛法和上师要有恭敬心 还有在听受佛法的时候 一定要专心智者的听受 也有这样的教言 所以说我们听者 尽量地要具足闻法者的条件 否则真正如来的这些教言 虽然非常的殊胜 可是你如果听法者的行为不太很如法 那就是所传的这种教言 在自相续当中 不能一一地接受 同时对说法者来讲 也有同样的要求 以前汉传佛教的很多大德 也是经常讲 什么 离经一字 虚为莫朔 还有一闻皆义 三十佛愿 也有这样的说法 比如说佛陀在佛经里面 所讲到的意义 完全抛开 然后自己妄闻生意 自己开始一闻皆义 就说各种 这样实际上是冤枉了三十诸佛菩萨 真正佛陀的教义 完全都是离开 有些人 比如说我们要想解脱 解脱两个字解释的时候 我们从 不说了 算了 还有很多的解释方法是不对的 一定要有传承的教言 而且自己要懂得一些佛经 所以说 我们以前很多的上师 对说法者也是有同样的要求 第一个要求 要正直不道 心一定要公正 不能贪执自众 贪执自放 同时也不能嗔恨他众 经常用不平等的眼光来毁谤别人 这是不合理的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法密妙 说法的时候无论是佛教经典的内容 还是论典的意义 一定要有图词清晰 然后表达的文词一定要恰当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不能错乱 法义 本来我们讲的了业 不了业 然后你错结肺 了业的话 能我了解的意义 就叫做了业 不了业 我不能了解的意义 就叫不了业 那这样解释 意义就已经错乱了 然后第四点就是说 不求名为利养 所谓说法者第一个目的就是要想利益众生 尽量的法义 对众生有着一点点受益 以这样来想 而不能想我这次说法 能不能获得一些受辱 得我的有一点名声等等 这样不合理的 然后第五点就是要善解意乐 也就是说 我们对闻法者的兴趣有所了解 本来闻法者全部都想听众观 然后你给他们讲一个小乘的经典 那这样的话不行的 你说了半天也是 结果下面大多数的人 都是不愿意接受 因此作为一个善知识 基本上是把听受者的意乐要了解 然后我们要同时真正要认识佛经的时候 这些教言是离不开的 确实离不开的 因此龙猛菩萨也是对乐性王的教言当中 首先你自己要知道 堪慰法器 这种堪慰法器当然 乐性王都是肯定有福报的人 与龙猛菩萨结上善缘是非常了不起的 堪慰大乘佛教的法器 但是我们现在在座的很多各位也是 应该说自己也认为 我是大乘法器 其实我们自己心里面有没有 刚才前面所讲的这些真正对法的意乐信心 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现在有些时候智慧也重要 但是最根本的就是要有信心 信心为什么是一切功德之母呢 因为如果没有信心 那你对佛法不一定会深入的 所以以前德哥有一个上师 他八十多岁还在讲经说法 他经常给别人交接 说 所谓的佛法并不是在口头上 应该在内心当中 内心当中信心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样的教言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难得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有一种听受佛法的意乐 这个很重要的 佛陀在《涅槃经》里面也讲了 他获得成就的四个金取因 第一 义者清净善有 二者专心听法 然后第三者 义心思维 就是法义的意思 然后第四者应该是如法修行 其实这里面我们作为一个修学者的 所有的道次第都已经讲完了 首先我们要一直有一个很好的上师或者道友 没有这样的引导的话 我们可能很多人根本没办法介入佛教的 然后你要听受 不听法肯定不行的 很多人都说 听了一两步就可以了 那就是不行的 要长期的听受佛法 你光是听闻了也不行的 所听的这个法语 反反复复地再次去想 前天我跟大家念《入行论是三所海传承》的时候 我始终都觉得 我们前面虽然已经很长时间当中讲完了 但是讲完了以后会不会很多人都忘了 忘了太可惜了 你再三地也要去看 你们不要说 啊 我已经听了一年多了 现在再也不用看了 不要这么认为的 因为里面很多非常珍贵的教言 当时可能擦肩而过 你就没有领悔 现在反反复复地如果看 很多的教言当时你没有认识到的 现在可以了知的 所以这个法语一定要思维 光是思维也不行的 你所懂得的意义 必须去实际去修行 如果你没有实际修持 当你真正遇到生老死病或者烦恼的用险 就是无法对治的 所谓的佛法 真正以可实际修行的人的语言来进行 开始灌输 所以我们在座的道友 当然佛教的很多次第论可能大者是明白的 但是光明白也不行的一定要 始终都是念念不忘 这样修持很重要的 所以在这里面主要讲一些堪为法器的道理 那么下面以谦虚的方式来教解 应该地听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以词句而谦虚 一个是以意义而谦虚 首先是以词句而谦虚 佛像纵然一目调 无论如何知者共 如是我此随着力 以妙法所而无其灭 他这里龙猛菩萨通过比喻的方式来宣讲 应该我们对他的教言进行修持 或者了解 他首先用一个比喻说明 比如说我们世间当中 佛陀的造像 虽然用木头雕刻的 当然有关大乘的经典 实际上我们第一个佛像是木头雕刻的 这个大家在历史上应该清楚的 木头雕刻当然有些像碳香墨 橙香墨 原料 质量非常好的 这样也有 有些一般般世间的一些烂木头上面 也有很多雕刻的佛像 甚至还有一些泥土做的 或者是纸上画的 或者刻在石头上的 种种这些佛陀的像 想无论如何 他的质量是怎么样 他所画的 所刻的这些佛像 标准还是不标准 不能按要求 必须要标准的 但是只要是佛陀的佛像如果在任何一个东西上 出现画像 出现描绘的话 作为一些有智慧的 懂得取舍的 这样的人 他会恭恭敬敬地顶礼 顶礼 摩拜 这是我们世间当中一般来讲作为佛教徒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大家看了这个佛像 哪怕是在瓦片上 或者说是一些白纸上 或者任何一个泥土上 质量再这么低劣 再不好的话 噢 这是佛像 马上去低劣 放在一个干净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佛教徒的传统 不仅是佛教徒 一般世间人也是稍微有智慧的人 他根本不敢轻易猜佛像 因为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 非常伟大的圣像 这样的圣像 谁敢轻易践踏 谁也不会敢的 所以我们作为一些智者 当然也知道 佛陀比如说 他的圣像去供养 这个功德也是不可思议 我以前也是讲过 还有一些《圆绝经》 在《圆绝经》里面也说了 若佛灭后摄摄形象 心存目相 胜真意念 欢同如来 常住之事 有这样的教言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佛陀后来已经灭度之后 人们造相 心里面对他存着一种感恩之情 或者一些信心 心里面经常去忆念 其实佛陀在世没有什么差别 而且我们平时 解得可能没有办法 你经常看见佛像之后 放在你前面 我经常有一些结缘者 给释迦牟尼佛的相 这也是一种表示 意思就是说 我们作为佛教徒 这样的圣像在今生当中 很难以遇到的 有无上的功德 哪怕是以邪见 看他的身相也有无量的功德 以前经里面也是讲过 若以以化杀虚空中 供十方诸佛乃至彼窟 欺负无尽 如果有些人 哪怕是以恭敬心 一朵花杀在空中 那么这个功德在十方诸佛面前 这样供养的功德 乃至我们轮回没有空之前 福德也是不会穷尽的 所以我们平时作为有智慧的人 完全明白 供佛的功德 见闻供养佛善根 无量佛的地相增 《华严经》里面也是有这句话 如果我们见到了 听到了 供养佛陀的善根 这个福报无量无边地 不断地相增上 所以平时佛陀的佛像 有智慧的人一定会恭敬的 这是龙猛菩萨的比喻 同样的道理 他这里很谦虚的语言来说 像我这样的龙猛菩萨 所造的 亲友说的这部论典 这部论典 通他的词句上 没有什么善巧的 也没有什么非常好的 一些动听的词句 那些云句就没有了 没有像马明伦师所造的三十四本尊传 在印度来讲是非常出名的 也是赞叹佛陀功德的 还有像三自在王 他所造的佛陀 在因地时候所有经历的如意腾书 总共有一百丽八支 像这样 在印度来讲也是 所有的思学当中是非常出名的 自觉极其有名 也是很动听妙音 是这样的 但是当时龙猛菩萨非常谦虚地说 我造的亲友说词句 一点都是不灭的 但是因为依靠佛陀的正法 佛陀所说的妙法 所以乐兴国王 你也不要认为 因为他的词句不是很好看 随随便便把它放弃 这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说 我是依靠佛法而宣说的 这样的谦虚语 当然很多圣者都有 其实龙猛菩萨的词句不美 那凡夫人的词句再怎么样 也是不可能非常动听的 但是很多圣者 他就非要谦虚 我们寂天菩萨也是说了 四云我也不善巧 尸骨未干 厌密他 他说 我的词也不善巧 词句一点都不好 也不敢说是利益他众的 但是我为了修自己的心 而造入行论的 然后龙猛菩萨也是说 我的词句很不好的 但是期望国王 你不要顺便轻易毁谤 抛弃 不要这样 因为我是依靠佛法的 所以在座的各位以后 一定要明白的是什么呢 任何一个法师 真正是他用三妙的心 没有名为利亚的心态 给别人宣说的 这样的妙法 哪怕他讲得不是很好 而且他的词句也好 语言也好 都不是很美 但是你一定要以恭敬心 以欢喜心来 欣然解说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依靠佛法 佛陀所宣讲的这些教言 不管是任何一个人口里面出来 其实这是无价之宝 可以这么说 以前麦彭仁波切的教言中 专门有一个老口头经 他都是谦虚地说 我像狗一样的人口里面 突出像黄金一般的教言 同样的道理 我们很多人 我都有时候这样想 我现在汉文水平也是很低的 所说的一些道理 让人可笑 真的说 很多人都可能会笑我的 但是我有时候想 因为我们所得到的妙法 全是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 高僧大德们的这些殊胜教言 通过我这样非常不同顺 层次不分明的语言 基本上跟别人沟通 在别人的心里面 如果对佛法生起一种正知正见 那这是一种功德 对我的评价和对我的看法 在这里是不重要的 所以我也是经常在别人面前大胆地 为什么这样说呢 并不是说 我自己如何如何了不起 确实是连梦中也是没有产生过这样的念头 应该自己是最明白自己的 如果别人不明白 自己也是可以的 但是自己对自己是最了解的 因此我想 我们很多人以后 真正有佛法的时候 不要 因为我是大学人 因为我是一位法师 我已经听了多少时日了 现在都已经足够了 不要有这样的满足心 一定要对佛法有一种不公的恭敬自行来 听受这样的佛法 在这个同时 我们也不能有一些轻毁的表情 一定要有恭敬心 佛法就像银光大师所讲的一样 应该以恭敬心所得到的 如果没有恭敬心 确实也是佛法得不到的 所以我们平时在听闻佛法的人当中 他得不得得到利益 从他的行为和心态 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而一个人在听法行列当中的时候 他无论如何 他的行为是非常如法 很恭敬地敌听 那么佛法里面的教言 对他的相续来讲 肯定是有利的 如果他在听受的过程当中 他自己摆除他自己傲慢的样子 好像讲得最殊胜的时候 他为什么都不懂 傲慢的丸子上不可能有功德的水柱 他肯定从他的表情上看 我都有时候这样想 特别傲慢的人最容易点名 让他考试 最简单的东西都是有些傲慢知识分子不懂 但是他的行为超过所有的人 所以我们在听法过程当中 一定要有恭敬心 要有清净心 这样以后的的确确佛法 对自相续是有利的 听法和不听法之间的差别 一个人的行为当中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而且我们不说长期的 几年当中 几十年的闻法 哪怕是仅仅一两个月 听闻佛法之后 他的相续和行为 有所转变的 有所改变的 所以大家在听受佛法的时候 一定要对上师三宝 有一种非常敬仰的恭敬心 以这样的心态 以难得的心想 我像这样水泡般的 不清净的身体 遇到了这样如意宝一般的正法 真的是机会难得 一定要 我不能放弃它 一定要从中获得解脱的窍诀 而离开我们丑恶的轮回 获得解脱利益无量的众生 要应该发这样的心 讲到这里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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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